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避免直接与眼睛 耳朵和鼻子粘膜接触 我们全身有许多部位适合以精油涂抹按摩 包括前额 头部 胸口 腹部 手臂 腿部 足部 以及背部 但也有一些部位特别娇弱 例如眼睛 耳朵和鼻子等粘膜部位 应避免直接接触 此外 部分柑橘类精油具有光明性 也应避免白天使用于肌肤上 安全用由第三条 放置精油处要远离强光和火源 大家是否有发现精油瓶都是深褐色 而非透明玻璃瓶呢? 原因在于精油在照射强光后容易变质 因此 除了使用深褐色瓶身保护精油外 储存环境也应避开强光直接照射 此外 部分精油属于易燃物 在使用与存放时都应避开火源 安全用由第四条 第一条 儿童使用时必须在成人指导下使用 精油 不应放在儿童容易取得的地方 并且 儿童使用精油时必须要有成人在旁协助与指导 安全用由第五条 精油不是药物 精油是植物的精华 是大自然的礼物 我们鼓励在健康的日常生活中 使用精油来维持或提升生活品质 生病时 则应积极寻求医疗协助 并遵从医师指示 最后 再为大家总结安全用由需知 一 少量 多次 稀释使用 二 避免直接与眼睛 耳朵和鼻子粘膜接触 三 放置精油处 要远离强光和火源 四 儿童使用时必须在成人指导下使用 五 精油不是药物 相信大家都已将安全用由 牢记在心 精油科普的内容到这里告一段落 在这五堂课中 我们认识了精油 了解到精油从哪里来 知道精油的特性 也学习了精油的使用方法和安全用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邀请您谨慎地使用精油 并在使用过程中体会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的可能性